上个星期二7月29号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消息 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 正式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立案审查 这也被视为目前为止 中共反腐的最高爆点 不过各界现在关注的 都是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之后的 后续发展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连线 请纽约在曾经是这个原体制内 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负责人 也是独立评论人士的李伟东先生 就有关的话题为我们进行分析 李伟东先生你好 是的 有关这个周永康被这个立案审查 这个有关这个消息呢 这个官方媒体曾经说 这个不是一个休止符 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行动会展开 会的 但是我要先更正一点 我已经早已经不是 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负责人了 是 十年前的事情 这个必须要更正一下 这个不是休止符 因为《人民日报》已经说出了这个话 这个已经表达了一种决心 但是今天又看到 要提防老虎的联手反扑 这样一篇评论 也是来自官方媒体的 这个里面说到 这个打虎的密度如果过多 一下子出现大老虎紧喷的现象 党内的承受能力 以及民众的承受能力都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是不是还大规模 进行打老虎和反腐这个问题上 上面是有所纠结的 是的 那么周永康案呢 这个有被这个经历 经过中共这个宣布这个立案审查之后 外界都很好奇 这个习近平将会如何的处置他 那么您在对这个方面 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猜测 现在看这个进入刑事审判 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从现在这个披露出来的 种种案情来看 有可能把它定义为 这个建国以来最大的 而且是涉黑的 贪腐集团的手段 是的 那还有没有可能会有 比他更大的老虎 就是 这个是肯定有的 是 那么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呢 他的这个反腐的行动呢 会不会导致这个法治的建立 或者是说中国改革的深化 或者是正改的进行呢 这三个方面都会有所推进 这个但是幅度 可能不会像设想的那么大 法治的建立 因为那个四中全会 已经做了一个预告 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这肯定是会有所进步的 是的 那么改革的这个深化呢 这个跟你第一个 第三个问题都密集相关 这个管府方面的法治机制的建立 也是改革的深化 然后政治体制方面的 某些某些松动 也是这个改革的深化 当然也包括经济体制方面 都会有 都会有所推动的 是的 都会有各方面的 这个相互的影响 对 好的 非常感谢独立评论的人士 李伟东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访问 有关周永康 被立案审查的相关消息 还有后续发展 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 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我们将随时为您 做最新的报道 也请观众朋友 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